那我们再谈这个Om,A,Hom三个字 上回我们谈到这个Om字 Om就是摄入 整个宇宙的诸尊 进到你里面,到你身体里面 这个R字就叫做等持 等持的意思就是说 让他住进去,住的永远就是等持 就是住持的意思 不是说今天摄入 那么等一下就给他放走了 而是进来以后就住在你的身心之中 这个就是住持 所以我讲连华生大事 破开心胸 哇,里面一个谈诚 这个极尽百尊都在里面 他修行的这个功力是这样子 住持以后呢,就是说你的身心就是一个谈诚 那所有诸尊全部列在你的身心之中 就在谈诚之上 不分离,不分离,就是阿 是阿字 这个阿字啊,代表着住持,持住了 我们修宝贫气啊 吸一口气进来 这一口气啊,是把整个宇宙吸进来的 把所有一切清净的光明的全部吸进来 住气啊,上气,下压,下气,上提 形成一个宝瓶 这个就是住气,其实就是等值 就是阿 这个时候啊,你气不善 不动 上压,上压,下提 那形成一个宝瓶的状态 完全不动的一种状态 就叫做阿 就是阿字 你修到这种境界来啊,很好 那大家记得啊,时珍在这个香港的时候 那个天堂大火开光 天堂大火开光啊 我在这个hotel 我打坐 这个 这边打开 天心打开 它里面呢,有一个堂城 里面有一个小堂城在里面 有一个出家人 小童子在那边念经 念招琴 在念经 然后呢 由这个顶俏啊 就发出一个光出去 招琴来啦 它先进入 师尊的心中 身心里面 然后再飞出去化为一道光 进到这个天堂大佛的身体里面 这个就是开光 先召请啊 这个里面那个小童子在念经 天门打开啊 小童子在念经 念经召请了 下降来了 再放光出去 进入这个天堂大佛 这个就是开光 一样的 在纽约金刚雷杖时 它的开光 也是一样我在hotel里面 本来我是想说 那个时间到再去开光 结果也是提早开光 一醒过来 开光到了 时间到了 马上做定 一样的招请 一样的招请 一样的放一道光过去 就是开光 那你要有这种功夫啊 一定要你身体里面有坛诚 现在啊 现在啊要修出你的身体里面的坛诚 就可以请 宇宙的诸尊啊 你自己的本尊啊 上师父法 来进到你的身体里面的坛诚 你身体里面有没有坛诚 有心肝必会胜 你身体里面的坛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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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啊不除掉 他念啊 惩念 只念啊 知啊 念啊 不除掉 你叫活菩萨住在你的这个珠珠网 里面呢 到处是张希希 我们好像有一个同门姓张叫希希 叫张希希 就是纽约金刚雷上士 纽约金刚雷上士 有个同门叫张希希 就是这样子啊 活菩萨尽到你身心的谈诚 你身心的谈诚没有亲近啊 张希希 他怎么肯等词 这个阿字不生 阿就没办法了 这个阿没有办法相应啊 你要相应嗡 你可以招请来 他下来一看 哇 里面都是money 但是钱也好啊 钱啊 贪啊 贪得无厌啊 那种铜臭啊 他不住了 所以这个阿字不能相应 所以你要洒少身心建立谈诚 让心中的谈诚请佛菩萨来藏住 藏住在你里面 就是这个阿 再来就是一个HOME字啊 最后是一个HOME字 HOME字就是融合了 你跟所有智慧本尊本来是两个 以后呢你一伸手也是智慧本尊伸手 这一首生也是智慧本尊伸 你的形象啊越变就越像智慧本尊 完全都跟佛菩萨完全一模一样 开口清净 意念清净 身体清净 做任何事情都是清净 这个时候啊就一谈直 就是HOME 也就是合一了 你跟智慧本尊完全合一了 不是谈诚归谈诚你归你 而是你本身就是佛菩萨的本身 这个时候就叫做HOME 就是合一 溶解 溶解 完全跟它溶解 这个HOME 三个字很妙的 涉入 藏住 溶解 这个溶解也可以这样子讲 是很广大意的 这个HOME字啊 可以讲说把自己的身体打破 Biang 自己没有了 自己没有变成什么 变成金刚沙斗 变成莲花生大使 这个Biang 就是打破了 把你的身体啊 内外的HOME字就打破了 你自己啊 跟这个宇宙本尊完全合一 那么内外打破了 就是HOME O Mane Bami HOM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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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